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教师们抗议 教室为学校重新开放做好了准备的新闻 美国部分地区正在为返校做准备 尽管一些州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达到创纪录水平 7月13日 弗吉尼亚州劳登县的教师们 在该州教育总部外举行了抗议活动 同时铭起了汽车喇叭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教师们反对学校董事会的混合教学计划 包括两天的面对面教学 佛罗里达州的里县在周一报告了超过12600例新的新冠病毒病例 尽管孩子们被要求佩戴上口罩并且进行体温检测 但是他们已经回到了第一天的暑期学校 加州最大的两个学区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宣布 8月份孩子们将待在家里 而城县则在为他们的回归做准备 课桌被隔开 学校操场被标记出了社交距离规则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 他可能会扣留联邦资金 或者取消拒绝重开学校系统的免税地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尔军 美国总统特朗普尔军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urar 美国这一皮股 美国 targeting